政党拜登放言 展望未来 川普忙着自夸过去辉煌 长篇大论原来老谋深算 至今不认败选 川普还是想要翻盘 到底有完没完 2020最后一天 川普仍在推特炮轰大选诈期 眼看参众两院将在下周六号 确认选举人团投票结果 川普成功号召到至少140名议员 发起挑战阻止拜登胜选 引发民主党嗤之以鼻 尽管推翻几率不大 但势必拖延当天国会认证程序 川普带头最后一搏 共和党跟着起哄 显然就是要搞乱场面 麻烦的下场就是触发两院议员 分头进行辩论 两小时后再进行表决 在两院都获过半支持 才算通过 根据国会研究处统计 历史上曾发生两次 但都闯关失败 迈入2021年 美国政治依旧动荡不安 三天新闻 全片日报道